馬上來關心行政委長卓榮泰 今天下午出席了公共藝術獎的頒獎典禮 而針對前一天深夜呢 南韓出動了這個戒嚴令 對此呢 我方是不是有相關的因應作為 或者是要調整旅遊市井的作為呢 來聽行政委長卓榮泰的最新說明 我要再次遇請國人安心 這個短暫的戒嚴時間 從開始到結束 政府各部會各部門 都確實掌握各項的情資 也做了相當多的內部的討論 那我們也慶幸看到 一場戒嚴在最短的時間內落幕 讓韓國國人以及世界 能夠迅速的回復平靜 台灣過去在威權時代 我們有過38年的長期戒嚴 台灣民主發展至今 我們不應該也不能走回頭路 而另外一方面 前總統馬英九他帶領了 來自中國的學生團來台參訪 但當中卻有學生直接在台灣 說出了中國台北這樣的字樣 這樣的交流活動是否涉及統戰呢 來聽卓院長的最新回應 我們當作主人當然歡迎客人到我們這裡來走走看看 但是客人來到這裡也要尊重主人 如果是透過年輕人無知或者是刻意的行為 對主人的身份立場有所質疑 那麼我們也不應該上當也不應該眾計 可聽到主委員長表態 我們當然歡迎兩岸之間的交流 不過作為主人 如果客人對主人的身份有相關質疑的話 這樣的交流行動是必須要進行相關的檢討